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 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 敬請留言 班馬在先,我們今晚的貴賓VIP 香港最後一位貴族,林彥妮 這個比較好,不是熟悉,是貴族 這個比較好 對 因為很少女生走出來 都有一身貴氣 你一出來鎮著牆 一群學生、弟弟當時不敢出聲 正式… 正式 每個人都尾尾燒那裡 這些叫Glamour,這些叫氣勢 沒錯 真是沒有那一段 曾經滄海,怎會有這股氣派 不是我說,教養很重要 當然 滄海不滄海很重要 滄海包括教養 這個高貴氣質不是滄海得回來的 是由家裡的教養 一直到整個生活鍛鍊出來的 因為我認識她的家,所以知道 對嗎 是 Yunice,你有一件很可貴的女性特點 現在坐下來不會對著鏡頭 沒有這種事,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詞就是出優格爾手上 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之後 你又不會抱著無公仔的出來 粉紅色的包包 即是勝利 對,即是勝利 所以人們有理沒理也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 勝利也不知道,不要倒轉 尤其是賣位傻瓜機拍照 倒轉就是粗口 對 不要倒轉 其實手指…因為各國的風土人情不同 所以去到外國不要亂… 動手指 動手指 那十隻手指不好 這隻又不要那麼… 很不耐心 別被人濕 你一頓就死了 例如你去到泰國 就不可以用腳板對著人 對 對著他不敬 對 那性感男人,你們倆算性感嗎 男人也要說性感 看什麼叫性感 我不敢承認 什麼叫性感 給別人評分 性感…也不只是樣貌 只是會令到一個女性… 一個異性 一個異性 一個…不是同性 對,一條異性 你不是說我性感的 斷貝山盯著我,我不得了 會引到一個女性很想黏著你 所以會黏著,是精神上的黏著 身體上,肉體上未必坐在你旁邊 但躺在這裡又想他 躺在這裡想一想陶傑 坐在那裡 是嗎 我有這樣的覆墳 早知早出生十年了,真可憐 不是,他說如果你有性感 他說如果…大哥 他說他真的有性感 所以他被他太太捉了 你說性感男人,我也見過 是嗎?也有嗎?查理茨王子嗎 是,兩次 所以我一猜就猜到查理茨王子 這件好像被人覺得是古老石山 所以我覺得我又買了查理茨王子的自傳 即是他口述,有人執不幫的者 是只有他允許的 先說我見過那兩次 一次就分前,一次就分後 變化… 變化非常之大 第一次他來香港,就是在香港管營樂團 在這裡演奏 中場就請他上去支持 那時候他的頭髮比較多 而且原來他人很風趣 是 我也不明白為何會在那個禁止 那個間場,人家去洗手間的時間 叫查理茨王子上去支持 查理茨王子是… 他通常呢,我支持 有人叫我支持,要不就開幕 要不就閉幕 這次真的在我中間 他可能我也不太重要 他有點自主,我還問 可能叫人忍 在擠會場,說你不懂照顧 不懂禮賓,不懂禮賓 這個真的不對 那天我們要… 香港政府選了各門各界的藝術家 因為查理茨王子 真的不是你們想過門膽 如果他不是要求見藝術家 我們會否見他 寫作界就找了我 還有… 應對應該 音樂界、建築界… 總之是創作界 因為他對建築也很有興趣 也是藝術來的 我覺得做王子很辛苦 他有一張名單 但他沒見過我們 是的 那規則一直有人跟著他 提醒他 提醒他這位是誰 這是誰 他是做甚麼 他真是厲害 他問了一個作曲 他說當你太太在家裡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的時候 你能否作曲呢 所以他人是很風趣的 第二次呢?結婚後的樣子如何 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 他跟大飛來主持 香港文化中心的開幕禮 是的 那次呢? 我站在前排 人們總是以為我很有文化 大飛就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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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嘻嘻嘻嘻嘻 是嗎?是 賣交流 那時候看得出的 看得出的 真的已經不行了 同藏異夢 他們多少將這些政治 帶到外面 是被記者拍照、被記者寫的 是嗎? 是,這些東西是很含蓄的 是,英國人有很多這些 但安娜那天好像沒甚麼心機 頭髮不是金色的 是和趕草的 是嗎? 看得出她是沒心機 而且臉不漂亮,臉很黃 如果西方人臉很黃 健康不太好 是 她幸好戴飛很高 很高? 所以浪起衣服很漂亮 我還記得她是橙色和紫色配襯 是,戴著帽 我們將來再說 戴著帽是一個學問 應該多大一點 中國人的女人千萬不要戴帽 除了你 不是 我見到戴帽也… 戴帽也有個關係 很難受 很難受 你有看妙跳淑女嗎? 也有個環境 是西人就可以 去俱樂部、去馬場 如果你… 劇院這些地方 入宮殿 對… 只是那層沙在前面 對 你見人的時候 如何撩起那層沙 那個手勢怎樣也有學問 有的 對嗎? 譬如說戴飛也說到時裝 那些拖尾裙 拖幾隻長的裙 後面有一個… 弄了一個洞 有一個洞 一洞 讓你用手指尾 是 手指尾 拖著 手指尾這樣拖起 千萬不要這樣拿著它 用手指尾,記住 拿著它那些 我通常看見是穿婚紗的 是 年輕人拍照 賣位 那它就拿婚紗走 是 就是那些新娘 沒有鞋玩劇走 手勢就糟糕了 對 我第二次看到他們兩個 就這樣 查理少王子 年孔孔 跟我第一次見判約兩人 第一次談笑封生 那次他還可以… 兩個人都立刻不出 坐在台上高 兩個人不看我,我不看你 走的時候是這樣 所以那次是一個很… 尷尬 很不愉快的場面 我還見過阿倫迪龍 阿倫迪龍 法國明星 六多年見還是七多年見 也不一樣 當然是他很英俊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阿倫迪龍的朋友 在一個私人的宴會 在希爾頓頂樓 他包著 Egosnets Egosnets 不見報的,是嗎? 圍內人 阿倫迪龍就是主賓 正確的法國明星的禮儀 就是主賓 是站在主人家旁邊迎賓的 是 不是有人到他最遲禮的 正確的法國明星的禮儀 應該是這樣 所以阿倫迪龍 穿一條黑色的特斯爐 有一條很長的白圍巾 各位男同學,記住 帶圍巾一定長得比短 這條圍巾一定是絲造的 你不可以帶圍巾去 而且圍巾不是用來抹汗生肥梯嗎 對 不要搞錯 現在什麼都說清楚 對 要不然你們說小斧 他們真的要全部做了 這位哥哥對你們多好 好,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斑馬在先 謝謝 謝謝 一個這麼有品味的年代 林姐姐,你不說 我們似乎真是白頭弓女聽當年 我得逢適時 望見英女王 不是跟她在一起 就因為家裡的關係 見查理士王子那些是… 我自己要有用功的 我要寫東西寫得好 他們才會選我 對… 當然 對嗎? 沒錯 如果文化界… 作文寫得不好 英文口音沒有牛津味 大哥,怎麼會選你,對吧 這樣就好了 剛才我們還在說阿倫碧龍嗎 他是法國人 不過他也會說英文 除了歡迎我們那時候 每個人都暈倒一會 真的暈倒嗎? 暈倒是嗎? 暈倒是一個很英俊的 有瓷場嗎? 他笑了,他眼睛很漂亮 對 又大又深的眼睛 還有藍膽的顏色 還有一部電影 他不是做獨行殺手嗎? 獨行殺手 整齣戲只有他一人走來走去 對 如果不是阿倫碧龍 那是誰看的? 沒錯 那是阿倫碧龍 他那些嬪女的招數 真是危高人膽大 你們可以學的 你們可以先聽著 他向…他自己自動走 主人家介紹後 坐下圓場吃西餐 他自己很會做 逐場行 跟女賓聊幾句 贊得樂的 他會贊幾句 贊得樂嗎? 即是有些贊不樂嗎? 他有一個衛生分 對,當然 他不會服人就贊 即是你說最討人家是假的 這樣就… 我最討人家是假的 男人是假的 我不討人家 反正稱讚你漂亮 那時候你害怕嗎 我… 那就害怕了 所以… 漂亮的女生就會稱讚漂亮 來到我那裡,他說 最漂亮是你 剛才我這句真實 你不是… 但是… 所有男人都沒有反感 沒有反感 他要用這樣的功力 才可以說最漂亮是誰 你也不會生氣 我當然不認為最漂亮是我 但他認為是我的開心 是… 主人家也沒有稱讚漂亮 是嗎? 對,他真的很公道 而且他很會做 每個人的位置 他聊幾句就走開 即是不會扯住一個廣告 是 是 是,是 所以這是很歐洲式的… 社交禮儀… 社交禮儀 譬如我看到這些東西多了 看見就懂得學 是嗎? 金融小說是哪個男主角發生的 當然有過 有過 為什麼? 很危險,你的手已經砍掉了 殘缺了 不要緊 殘缺了 不要緊 現在要拿水果金了 這樣就不用了 殘缺了 不是,我從他小時候… 金融小說從他小時候寫戲 問他是一個孤兒 是 女生是心軟的 孤兒會給同情分 他小時候很頑皮 偷雞摸狗 對 很頑皮,你喜歡嗎 很反叛 很頑皮,我也很頑皮 那就好 我記得兩個大國、兩個小國 差點踢走 那時候楊國沒有書讀 所以沒有國技 覺得他挺坎坷 是 他學藝的過程 就是被兩兄弟欺負 對 沒有收紋 沒有收紋 對,給他們欺負 傻子 在一個逆境裡 他在一個逆境裡 自己求生存 一直練武功 狀眼小龍女 他那種恥子不宜 他是做神雕大俠 但很辜負 是 是 一個男人 從十年、二十歲起 是 浪蕩江湖 金蓉很會寫這些男人 是的 一個楊過,一個令狐聰也是 是的 令狐聰也是由頭到尾 令狐聰也是性感的 沒健康過 一路被人… 一路被人剁幾刀 內傷 一路被人剁幾刀 內傷是嗎 一路被中什麼獎 一路被吐血 一路被療傷 這類特別多,女人喜歡 女人真的有… 武姓 有些武姓 是 有些同情心 特別是南方的女生 是 我是說上海… 中國現在算是南方 因為上海在長江的口 南邊,不是北口 南方的女生比較溫柔 是的 金蓉是南方人 北方… 有一次我去北京 有個男生… 我跟他沒什麼 有個男生坐著 坐著,很冷的窗 我找尖幫他掌握 你說那邊…火車上高嗎? 巴士上高嗎? 不是… 在我家的客廳 忘了那個背景 我聽他冷… 拿一張毛毯給他打開 你聽我說嗎? 他說你不要這麼溫柔 是… 不解溫柔 真的不解溫柔 還有性感男人 周韻發也挺性感的 你覺得周韻發是這樣的? 為甚麼 是何時的周韻發? 是在演Carrie Fair的時候 還是在演英雄本色的時候 還是在演荷里活電影的時候 在演魔導王的蕭峰的時候 是 他… 周韻發 那時候是… 他應該未久30歲或30歲 剛剛在演狂潮的時候 在少華山的時候 你應該很熟悉吧 對 有一個女記者 有一個女記者告訴我 有一個女記者要訪問他 周韻發問他 你會從哪裡出發? 他說我從報館出發 周韻發說 好吧,我來接你吧 有一個大明星那時候 周韻發很紅 可能已經過了30歲 有一個大明星為接 你去訪問他 那女孩子已經… 找得陋陋陋 是 那便拍完後,上海灘 然後… 這早上阿倫迪龍那早要學回來 對,一開車去哪裡 飛鵝山 有一個山頂,香港山頂 太平山頂 不是飛鵝山,太平山頂 飛鵝山更好 那個女記者更想 走走走,發哥一時就摘了一塊葉 你知道這塊葉叫什麼名字嗎 難道是摘的花 你知道這塊叫什麼名字嗎 他是鄉下仔 在南亞島大 所以是植物學家 對 馬上說,女記者不懂得說 女性看到這些名字 這個色度的炎耀博學 他要用中文才行 如果他是問拉丁學名字 就有過火了 對… 原來就是他的性感和感性 他不是故意的 對,流露出來的 對,那女記者說 我也訪問過鄧光榮 他說鄧光榮 成不成這樣,是否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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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他好像有點刻意 鄧光榮是完全不刻意的 當然,鄧光榮高大、英俊 兩個都不相仲伯 但是鄧光榮 可能演戲的經驗比鄧光榮多 百馬王子 百馬王子 這個就跟著百馬王子 對,他經常坐在電視台上 看女生 譬如他要買一個女作家的靶段 那句話是我,不怕坦白地說 林彥妮,我不可以拿你貼同本書 選出來,拍戲 我說可以 他說… 鄧大哥不要生氣 是生日實夜 他說,我… 我只看你的書 我已經愛上你了 這句話,藝高人膽大 開門見山 這些事情,有時候男女交談 都像武功一樣,出招 這一招叫直取忠龍 直到惡龍 厲害 一支針就刺到你的心裡 一劍就要劍 刺到外穴那裡 大哥,外穴? 如果那一刻 力量要三分陰力才行 如果那一刻力勁那一頭 會反作用 會令人反感 是… 會反面,拍桌就離開 是甚麼意思 是嗎?當你姓騷擾 對… 但他坐得很遠 很斯文地說 是 是 麻煩他,軟… 是軟字 不是斯文的兩個字 是軟 是… 你說得對 因為他坐到側邊說 好像不太好 沒錯 但他跟我有整張桌 這麼遠的距離 這麼遠就沒所謂 所以將來一談約 都會找一張長餐桌 坐在對面最安全 不是 對,這些語言親戚 地理距離反而要疏遠 對 對 這種配合… 對,這個情境我沒想過 對 將來我找到長餐桌 才跟人們說一些情境 很親密的事 坐在旁邊,挖挖貼貼 反而要談談公事 對 對 這樣叫… 這個… 卡拉OK除外 冰火兩重天 在卡拉OK 等一下我又有故事告訴你 對 對 真的好 我想起一件事 好,說到楊過 你喜歡哪個時期的楊過 就是年輕的時候,不是老 就是閉著手,你不喜歡嗎 不是 這個林伯蝦 好,林以來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中外名男,你的性感層面 這些事不是你現在說一說 哪裡會聽過 很可憐 所以說你是香港最好的貴族 沒錯,繼續跟我們分享貴族經驗 對吧 八馬在先,明晚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在外面有一個情人 你會不會跟你太太離婚 正餐歸正餐,零食歸零食 什麼?零食 你是不是… 當你太太是一碗飯 是 沒有送給你,送給你 那碗飯 正所謂叫做租康之妻 接著我們在波影 碧桂園突藥當年今日 之後馬上全接觸 再接著是Sedemus突藥 睡得最自在的野間新聞